杨子和鼎流合作的两部电视剧,一部无法播出,另一部迟迟未播 杨子是娱乐圈高人气小花,她的作品一向被寄予厚望,粉丝信任她选戏的眼光 但是近两年来,杨子作品接连断档,跑分严重,热度降低 大家知道,一个演员的热度如果没有作品续航,并不会长久 实际上,杨子有两部作品早已完成制作,那么为什么不能与大家见面呢? 第一部,就是和吴亦凡合作的青三行 该剧于2019年11月开机,杨子、吴亦凡分别饰演男女主角 在杨子的代播剧中,青三行最有爆香,这剧由林玉芬指导,非常有才华 原著十分精彩,古装探案题材,拍摄近8个月,6亿投资,可以说是古偶里的顶级制作 零开机时,还传出过吴亦凡突然飞赴美国,取消青三行形成的新闻 吴亦凡的演技那是常年当反面教材的,演技最差且禁组最晚 当然,现在吴亦凡身败名裂,这部剧现在应该是播出无望了 看过青三行的都知道这个剧题材确实不错,而且制作班底真的很好 如果能换个男主肯定很好看 甚至网络上出现了杨子当初,接下新戏是为了置换青三行事,不知真假 这部新戏,就是杨子和鼎刘肖战合作的电视剧《余生情我只教》 都是爱情题材 大家知道,20年初爆发了227事件,肖战事业遇到了巨大的低谷 网游也喊出了抵制的口号 连这部剧也受到了牵连,早早杀青却迟迟未播 从去年暑假就传出了定当的消息,却一直拖到现在 子粉嘴上说剧情不重要,但是心里是非常失落的,毕竟曾经非常期待过 杨子的两部诚意之作,却因为合作的男主演,一部无法播出,另一部迟迟未播 对此,你怎么看呢?欢迎下方留言,期待你的神评论 名字贵坚持者会 简直 Canal